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树全 非常谢谢你 愿意把以下的时间来在我们的课堂里面 你曾否考虑过创业 如果你有想过的话 允许老师今天花几分钟的时间 跟你分享一些创业的一些小小的经验 希望能帮助到你 我先在这边强调 创业这件事情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而且我还敢多加一句话 应该说大部分的人 绝大部分的人是不适合创业的 因为创业要冒很多很多的风险 有很多的变数 有的时候对家庭的经济 对各方面都是带来很大的挑战 所以创业这件事情 我可以说大概在所有的过去的历史上 大概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 全世界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 所有创业到第五年 几乎都 最后公司都关闭了 Elon Musk 就是马斯克先生曾经讲了一句话 我把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曾经有一些观众问马斯克先生说 你会给创业者什么样的一些鼓励 马斯克先生讲说 如果你是需要被鼓励的人 不要创业 他讲得非常非常棒 记住这句话 如果你是需要被鼓励的 真的不适合创业 因为创业这档事情 是你要为自己设定目标 设定方向 大部分的人不一定有这样子的敏锐度或这样子的能力 所以不见得都适合创业 你会说 老师 我常常听你的节目 你会说 老师 我常常读过你的书 也看过你的一些报道 也看过你的节目 你常常都在想象五年后的你 五年后的你 是不是创业 不一定 那个想象五年后的你 可以放在你一些个人的人生的规划 如何实现你的梦想 实现你的目标 千万不要误会 就一定是创业这件事情 那个目标 可以会是一个学业上的一个目标 可以是 可能是一个 你可能有喜欢摄影 他可能是摄影 或许你喜欢导演 当一个导演 或许你喜欢开飞机 或许你喜欢环游世界 或是甚至上一个理财上的一个人生的目标 也或许是一个移民的一个人生目标 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纽西兰 它的风景 你很喜欢那边的环境 你想将来移民到那个地方去 这些都是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那个想象五年后的你是可以运用在 每一个不同的目标 不一定是代表创业 我先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声明 但是如果你想创业的话 我周边我的朋友有很多创业失败了 那我常常他们会来跟我请教一些问题 因为我从小我21岁就开始创业我的公司 那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几个 自己走过来的一些经验 创业有几个pepper 秘诀 今天等一下我要跟各位讲三个秘诀 我希望在你踏上这条路的时候 这三个成功的秘诀 可以帮你做一些筛选跟参考 第一个慢慢跟你各位讲 你们都听过我的故事 我在开录音室的时候 我是因为前面我在AFX这家公司 一家专业音响工程公司上班过 在那边上班了大概两年 我在那边做了音响工程的研发 然后我又去做到各个不同的大录音室里面 去做各种的示范 做各种的测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认识了很多这些知名的制作人 我知道那些客户他们在哪里 然后我也知道他们客户喜欢用哪些器材 然后我会发现这些客户 跑到这些大录音室里面花了很贵的钱 但是一百个器材在这边 但他们只用了可能五六个器材而已 所以我如果能开另外一间录音室 提供真的五六个器材准备好 那我就可以用可能三分之一的价钱 提供同样的服务 我就可以把这些客户带到我的录音室来 所以我是先在AFX这家公司 专业工程公司 我很了解整个音响器材的这些流程之后 然后我慢慢的才开始我的商业的录音室 第二个我开了我的电脑公司 我的电脑公司也是因为我在那一段时间 我在有一家公司叫做每日新闻 洛杉矶的每日新闻 帮他们在做维修电脑的工作 最后上司很欣赏我 然后把我送到戏谷 Silicon Valley去受训 然后去得到了一些认证 然后拿到这些认证之后 我最后我在兼差的方式 在周末帮一些在Santa Monica 在海边的一些会计事务所 小小的会计事务所 帮他们修一些电脑 修一些终端机 就Terminals 还有些印表机 然后最后他们喜欢我的服务之后 他们又推荐给其他的一些会计事务所 一家介绍一家 最后我累积了很多很多的 这些小公司之后 然后我在这边兼差所赚到的收入 已经超过我一些白天正值的收入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些白天的工作辞掉 然后正式的成立我的电脑公司 我是先从周末 先从part time的方式 开始我的创业的这整个过程 是在一个没有压力 很自然的 也不影响我的经济状况之下 一边做 然后一边微调我的一些作业的流程 慢慢慢慢的fine tune 慢慢的微调微调 最后达到了一个境界之后 我才成立了公司 我也常常听到 在我各个地方去演讲的时候 也有一些人会问 老师 你的故事里面 讲说你当时从太空总署 你因为你爱你的音乐 你就把那个太空总署的工作给辞掉了 然后跑去好莱坞 不是就这样子吗 你大胆很有魄力 就去做了这件事情 我要再一次的提醒各位 一些小的细节 在我很多次的演讲故事里面 在这个节目里面 江湖术士这个节目里面 我也曾经讲过 我是到了洛杉矶之后 有一家公司叫做AFX 这家公司跟我说 如果你愿意来洛杉矶 我们这边会有一份工作等着你 这个路先开了 然后我才往前踏一步 我要在这边跟你讲的是 我前一阵子碰到了一个好朋友 他因为对他目前的工作 非常非常的烦闷 他跟我说 他要辞掉那个份工作 然后马上就去 搬到另外一个城市 在那边去开创到新的创业 我跟他讲说 你曾经想过 如果你把现在这个工作辞掉 到了那边 然后没有收入突然之间不好的话 然后你的经济出了状况 你还有小孩 你还有家庭 一旦出了状况之后 你会做出很没有智慧 一些错误的抉择 很快的会把你的事业可能摧毁 或是带到一个非常对你很不利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你做很冲 在你很急的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必须要提醒你在创业的时候慢慢一点一点的延伸出去 在这过程里面学习一个东西叫做等待 是一个艺术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门课程 前一阵子有一位网友在我的Facebook上留言说 David老师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个梦想 我后来在他的留言下也留了一句话 今天我在这边跟各位分享 你们有一些目标 有一些梦想去做 百分之百鼓励你大胆的踏出去 可是我在这边另外要提醒另外一个字 这个字叫做Effortless E-F-F-O-R-T-L-E-S-S Effortless 如果你现在去Google 就是一个轻松去做的一件事情 以后我会更花一点时间慢慢的解释 什么是真正的Effortless 但是在今天我很快的跟各位讲 Effortless就是当你要去创业的时候 我希望你做的不是那种打破头 然后去做 用最轻松的方式 是不影响你目前佳祭的情况之下 再提醒一次 不影响你目前佳祭的情况之下 去做 然后一点一点的周末去做 晚上去做 路开了我们就往前走 路不开的时候 就暂时停下来 前一阵子我在手机里面 接到一个好友 传了一个简讯给我 说我有这样一个创业的机会 要去推销一些养生的补品 你认为好不好 我回了他一个简讯 我就直接把这点简讯的内容 念给你听 好东西错的人卖也会赔 烂东西对的人卖都会赚 我再念一次给各位 这个产品 我不在乎 它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但是是由谁来做 好东西 如果是给错的人在卖 他一样会赔 烂的东西给对的人卖 他一样会赚 这跟产品的好坏无关 有的时候跟这家公司的背景 也不是那么有直接 是这个产品跟你目前的所有的资源 能不能相辅相成 是不是有长期的延续性的效益 对你个人的人生 未来的事业发展 是不是有长期的效应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在做这个直销的业务的话 那你已经有了现成的这些资源 那么多增加一个项目 当然是可以去做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你要重新开始 然后无论这个产品听起来 可以赚多少啪多少啪多少利润 这个产品多厉害多好多好 但是你不要被这些东西冲昏了头 认为这个东西你拿过来就可以卖得很棒 然后就一步登天 然后美梦就成真 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脚步 一个脚步累积出来的 同样这个产品 养生补品 如果是交给一个医生 或是护士去卖 他会卖得很成功 因为他讲的话是从医学的角度可以去讲 那个说服力就会很棒 他的产品对他知道哪些客户 这些病人病患者需要用到这个补品 他去讲就完完全全跟你去推销 是有完完全全两种不同的效益 管他这个产品给你多少啪的利润 无论这个产品有多好的口碑 跟你一点都无关 是你自己要看一看你自己现在你的人生的专业 你的专业在哪里 你的资源在哪里 你这个东西能不能跟你现有的相辅相成 过去我们公司代理了一百多个全世界大型的演出 从哈宁男球队白雪流冰团NBA 从白老汇的节目 你能想象的在美国了一百多个节目 都是在我们公司娱乐公司在负责经营 很到每一个国家 从苏联到中国大陆到巴西 到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人会抢的跟我们见面 想买我们的产品 把我们的节目卖到当地 但是很多时候当甚至有好多好的朋友 想跟我们做生意 我会主动的拒绝把产品卖给他 这些好朋友有的时候不太懂 说David我们交情这么好 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赚点钱吧 我刚好要跟他讲的是相反的 我再好的产品OK 我拿给你去卖 你会赔钱 原因是你的资源 你的人脉 你的产业 你没有办法运用到 但是我告诉你 哪一些人如果跟我谈 我会主动的卖给他 例如如果今天是一个信用卡公司 他想跟我买我们公司的娱乐节目 我会卖 如果他是一个售票系统 他来要买我们公司节目 我会卖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本来就在这个产业里面 他本来就会卖他的售票系统 他多加负担的买进这个节目 只是增加一个项目 信用卡公司 他可以用他的信用卡做促销 一起合作 他可以利用我们的节目 来帮他有已经有几十万人的会员 他可以利用他的现有的 这个资源做结合 如果是旅游公司 买我们节目 我敢卖 如果你是媒体要买我们公司节目 我敢卖 但是如果你是其他的产业 要来卖我 无论你出多少价钱 亲爱的 我为了保护我的朋友 我都会跟我的好朋友讲说 我拜托 就算你拿两倍的价钱 我都不会害你 因为我知道 你做了这个案子 就算是我把第一名最好的节目拿给你 你都会赔钱 因为那会是变成一个你的钱坑 我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他是机械工程的专家 他常常会有一些很棒的点子出来 发明的点子 他也去做了专利的申请 但是他每一次去做 想到什么 他就去申请了专利 然后更可怕的是花了很多钱 到了中国大陆去开模具 然后去大量的生产 几个货柜 几个货柜的器材 就开始运到美国开始卖 到最后几个货柜堆积如山的 这些东西一个都没有卖出去 全部囤积在那个仓库里面 十年 二十年来 那些一个货柜 一个货柜的器材 全部还囤积在这个地方 都卖不出去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有一个创业的梦想 允许我给你几个建议 你想一想 那个Facebook的创办人 Zagreb 他也是在他学生的时候 在学校里面 先做出那个Facebook 那个平台 最后到市场上 然后得到他的肯定 最后股票上市 微软 Bill Gates 也是做很简单一些研发 在当时做了Windows这个视窗 最后跟IBM结合 最后整个成为一个大的一个规模 都是从最轻松的 最直接的 最衍生 用他们具有的这些能力 然后衍生出去 今天在下课之前 我帮你做一个整理 如果创业会是你未来人生梦想的一部分跟目标 我留ABC三个重点 供你评估 A 这个创业是你目前工作上可以延伸出去的 你已经在这个业界里面工作过一段时间了 这个东西是你可以掌握整个技术各方面 是从你现在可以延伸出去的 第二个 是你已经在这个产业里面 很清楚 你的客户的需求 我们称它为Market Demand 市场需求 你很清楚在这个领域里面 它的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而且你已经可以掌握技术了 而且是不需要依赖别人 你掌握了技术 掌握了客源 也掌握上游的货源 你知道货要从哪里进来 你知道客户下游的客户在哪里 你知道怎么去抓着下游的客户 你都掌握住了 而且是你自己掌握的 不需要依赖别人 当然你会说 老师 某些区域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万能的人 我们大家都不是万能 但是如果在不是万能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找一些合伙的伙伴 来分工合作 但这些伙伴是你可以 大家可以掌握在一起 小小的不需要多 两三个人就够 这个团队刚开始的时候团队越小 有的时候成绩会越漂亮 因为大家很容易沟通 效率会很高 然后目标会很一致 所以小小的团队 一些合作的伙伴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开始的 一个起跑点 第三点 C 当你在做这个创业的时候 你不会断粮 因为你一断一旦断粮 你会慌 你会急 你会做一些很不好的决策 有的时候做到最后 你还可能可以继续往前冲 但是因为你断粮了 没钱了 你最后很多做一些很 急迫的决策 就把最后把事业断掉了 所以这三件事情 ABC这三件事情 我希望能提供你 做在你创业之前 做你一个评估 有一句 气管学里面的一个名言 常常能生存下来的企业 不是因为他真的什么伟大 而是因为他在最经济不好的时候 他可以熬过那个低潮 90%的企业 都是在经济不好的状况下 被淘汰掉了 那个剩下来的企业 都是他们在不慌的情况 或是在他们财务上 可以稳定的情况之下 继续的在大风大浪的时候 仍然可以继续的往前走 在这边我最后要提醒的各位 就是这个创业 是不会让你轻易的断粮 在下课之前 我留一句话 给各位同学 留给你们去思考 哈佛气管学 曾经做了一个研究报告 发现所有成功企业 都有一个共同点 我们称它为common denominator 这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不停地 在细缝中找方法 这句话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说 没有一家企业 无论是Samsung 无论是任何一个 大的大型企业 无论是你看到在外表 看到多成功的企业 他们绝对不是因为 踏进来之后 就是一帆风顺 他们踏到这个产业里面之后 是天天都有加倍加倍 就像马云先生讲的 是加倍加倍加倍的困难 那些困难 那些挑战每天都出现 然后一直一直在细缝中里面 找方法 各位朋友 创业第一个 不一定是适合每一个人 但是今天老师把ABC 三个重点留给各位 希望在你创业之前 能帮助你评估 然后记住这三个点 不要随便想到一个点子 就去做 也不要因为别人告诉你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 就跳下去做 这两个 是我最经常看到 大家犯的最大的一个错 第一个 绝对不要想到一个点子 然后发现 我看到的市场 有这个需求 大家都可以用到这个点子 好棒 我就去做 No 这个点子或许很好 别人做会赚 你做 可能就会赔 也第二个 也千万不要因为 别人跟你说 这个产品好棒 然后给你多高多高的利润 然后有多大多大钱 你就去做 我刚刚又讲过 好产品 交在错的人身上都会赔 但是烂产品 交在对的人身上 都会赚 所以这两个 千万要避开 另外记住 当你创业的时候 是从你目前的工作中 学到的经验 跟技术 从那个地方 衍生出来 第二个 从看到你的客户的需求 看到的市场需求 The market demand 然后你掌握到了技术 你也掌握了货源 跟客源之后 都握在你手上 你就去做 第三个 做的时候 这个不会让你断粮 然后你可以安安 稳稳的一点一点的去做 先从这三个角度下手 相信 这一定 可以慢慢的 把你带到一个 好的创业的基础上 谢谢你 今天愿意把 宝贵的时间 放在我们的课堂里面 我们下一堂课见 OK 再见 拜拜 拜拜